妈 妈 嫂子 不管我还能活多久 我都会成为你的拖累 小容还小 以后的日子还长 我帮不了你 妈 金水 我真的是太累了 妈 你们太过分了 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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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芳姐 小容 小容 快去呀 小容 去哪儿了 我给你姑姑等着你呢 用不着吧 小容 这事是妈做得不好 妈应该先跟你商量的 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不都做决定了吗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 小容 你不是三岁的孩子了 妈也不是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也没那么封建 我有权力决定自己的未来 你不都做决定了吗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 你是我妈 我不能怪你 可事情有今天的结果 是谁造成的 是姑姑造成的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爸是谁 我爸是你亲哥哥 你干嘛呀 小容 你姑要病 经不起折腾 妈 是我在折腾吗 是我妈 从头到尾 都是姑姑在折腾 不是我 小容 你冷静点 听妈跟你说 我不听 小容 怎么了 金水哥 我梦见 书莹以为我死了 她改假了 金水哥 你要是这么担心的话 咱们这两天别做生意了 找阿南哥写信去啊 我去给你倒杯水 洗完了 慢走啊 慢点啊 唉 今天早上 我经过坟地的时候啊 那王妈的坟旁边 盖了一座新坟 哦 你们猜是谁的 谁的 是金水的 金水的 衣冠肿吧 对啊 我早说了 这无风不其浪 你说 我们家阿南 跟他们王家无冤无仇的 怎么会那么缺德 造那种谣啊 嗯 洗完了 哎 洗完了 怎么就他一个人啊 东方呢 是啊 唉 可怜哪 刚送走了婆婆 丈夫又没了 唉 唉 唉 芬芳你来啦 嗯 唉 唉 芬芳姐 唉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别这样 嗯 我自己没有男人 那是我的命 我认得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么些年来 和我一起吃苦受委屈的姐妹 竟然做出了改嫁的决定 改嫁 我无所谓 从今往后 我就靠着这根木桩子 自己打水 尊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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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叫我姐了 我没你这个妹妹 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安慰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安慰我说 你什么都不怕 你什么都不怕 明天又到了金海的日子 今年你还有脸对着大汗说那些虚情假意的话吗 你谈吗你 芳芳姐 我真是万万都没有想到 你最终 还是要嫁给宋长文 你是怎么 那既然这样 你何苦这样苦苦等着 你何必啊你 芳芳姐 你听我说 金水死了 金水已经死了 所以你就可以大大方黄地改嫁了是吧 所以你就可以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也不顾全村人是怎么看你的了是吧 你走 你走啊 找你的宋长文去 芳芳 说凭话改嫁 还要嫁给宋长文 这不是真的吧 就是啊 你说呀 这倒行啊 这么多年 我们村里没有一个姐妹改嫁 是啊 她怎么能做出这么对不起老祖宗的事情呢 就是啊 就是啊 她也太不要脸了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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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个许书萍 这么不要脸 她怎么能够这样呢 就是太不要脸了 这老婆 这我也没搞懂啊 这我也没搞懂啊 一直以来 宋长文都是跟王秀玉的 而且这女婿啊 还是王妈生前自己擦宝的 怎么要她跟淑萍勾搭上了呢 这你还不知道啊 这说明啊 他们俩一直有一腿 这宋长文 都跟王秀玉结婚 就是因为这许淑萍 哎哟 那王妈跟金水呢 要是地下有知的话 嘴巴都要气歪了哟 所以说啊 女人这一生 最重要的就是贞接牌坊 要不死了以后啊 连自己家的祖宗都见不到 巧云 美珠姨 你也准备去济海啊 怎么一个人呢 我妈跟我姐回家拿东西了 应该马上就来了 哦 那我们先去吧 走 哦 往年都是等大家都走了 我们再寄海哥 哎呀 没事 你跟美珠姨一起过去 我帮你站个好位子 以后啊 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们家 我们跟她没完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们大家都是好姐妹 谢谢你们 不用 走走走 小柔走 借海去了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寄海对吧 王红我每年也还会去 你记住 你是王金水的儿子 而我永远都是你妈 我就不去了 孤步叔父得有人照看 你去吧 常文 走吧 嗯 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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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小蓉 你在这儿 我在你旁边 谢谢美洲阿姨 没事 你啊 比我们家阿快乖多了 一大早 她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临着季海的日子 她都忘了 你们俩还有脸癌 就是呀 你都守不下去改嫁了 你来干嘛呀 传出去啊 笑掉人家大牙了 没想到我们村里第一个改嫁的人 竟然是你 宇淑萍 你们这些三姑六婆 淑萍的丈夫已经死了 她想嫁给谁 那是她的自由 宋长文 你算哪根葱啊 岛上的女人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 为了当你说话 够了没有 许淑萍 你以前是怎么说人家阿豪的 跟人家阿豪比起来 你可差远了 人家阿豪为什么自杀 但是因为她至少知道什么叫羞耻 你不要太过分了 怎么了 这么快就护人这个骚娘们 你想怎么样 你来呀 你来呀 我就不相信 你一个大男人 有点打女人 你打呀 你打呀 小荣 你干什么 我们可是在替你说公道话 你有毛病 妈 孤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再伤害你妈 你真的太不像我 这没你什么事 妈回家看看吧 孤不行吗 快走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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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玉 他 他 别着急 妈妈说 怎么了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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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什么也别想 好好养病 是吧 明天我们一块带你到县城医院去 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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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说什么 嫂子答应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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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είναι 我 他 那 你的 说话 他 你现在 又顾不得别人怎么说了 淑萍 别怕 因为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来伤害你 你说阿南哥怎么了 他有家不住 跑旅馆来住 谁知道他搞什么 在哪儿啊 这个这个 三二零 是这个 是这个 哎 没 没人 阿南哥 阿南 怎么是有啊 阿南哥 快快快进来 你们过来找我什么事啊 哦 我想请你帮个忙 嗯 再写一封信回去 告诉淑萍我没死 啊 你这事找我干什么 哎 阿南哥 这 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哎 我知道 现在写信回去冒很大风险 可是你别忘了 当初写信回去说我 死了的人 那是你啊 阿南哥 你本事大求求你帮帮忙 嗯 上次 上次金水见过你之后 他就没有一天不做噩梦的 哎 我有个狗屁本事啊 我现在是霓菩萨过疆 我自身都难保了 阿南哥 算我求你了 我没本事 我担心我妈 我垫底输平 我知道 你的本事大 我要有你的出路 这信我就自己写回去了 你帮忙忙吧阿南哥 金水 我放着自己的家不住 跑到旅馆来住 还花着冤枉请我为了什么 我现在已经被情报局的人 给盯上了 这 你们不信啊 不信自己打开门看看 楼道里肯定有人盯我的手 金水啊 这个忙我帮不上 我也不想拖累了你们 别忘了 你们自己也还在黑名单上呢 快走吧 快走 快走 金水哥你别生气了 我真就不明白了 我就想给我妈给我老婆写封信 我到底错哪儿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这样 明天一早 买最早的火车票 再去台北找到顾云书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 嗯 这样也好 你别生气了 金水啊 也不知道古旅长 跟家里人联络上了没有 这么危险的事情 人家会不会帮忙 咱不去试试怎么知道 快走吧 看来金水于秋娟是多虑了 出于多年来的愧疚 好不容易有赎罪弥补的机会 顾运输又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大伙都到了吧 到了 那我们走 好 姐妹们 徐淑萍 你明天不是就要改嫁了吗 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的婚嫁明天才生效 我还有我的职责 现在我宣布 今天的分组任务 你用不着关枪关掉的 所有的姐妹们 包括芬芳 谁都不会服你 用不着你费心 我们自己回分组 走 走 走 芬芳姐 别人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但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知道 不管我怎么解释 你也不会谅解我 可就算我嫁给长文 你也永远是小荣的干妈 我 永远是最心疼我的芬芳姐 你能不能认为你嫁了之后 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相处吗 在这之前 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说 可是你嫁了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说我今天是嫉妒 是小心眼 可事实就是如此 因为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班了 就只是像我一个人 在这里继续苦熬 可我等着 芬芳姐 我决定你的事情 就不会再干了 那么多年的感情 那么多年的姐妹姐 你就是我的娘家人 对 按理说 你应该送我出门的 可我现在不敢有这种生命 但至少明天一早 常文来接我的时候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你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嫁出去 好 做优优独播剧场